11月30号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赖恩在声明中称 欧盟已冻结俄罗斯中央银行3000亿欧元的储备金 并建议将这些资产拿来投资 所产生的收益用来支持乌克兰重建 俄罗斯方面当天回应称 这一行为是非法的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赖恩在声明中提议 设立一个特别机构来管理和投资被欧盟冻结的3000亿欧元 俄央行储备金和190亿欧元俄罗斯人资产 并将投资所得用于援助乌克兰 冯德赖恩表示 此举是为了在经济上弥补俄罗斯造成的破坏 俄罗斯方面对此回应称 冻结其央行储备金和公民资产是非法的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当天表示 如果欧盟没收俄罗斯央行 企业或个人在欧洲资产 俄方将采取适当的反制措施 在俄欧冲突初期 美国和欧盟等西方国家 冻结了俄罗斯央行在海外的约3000亿欧元资产 接近俄央行总储备金的一半